请曾部长 曾部长我想要请教 我们这个法务部是我们两公约的一个主要的秘书的单位 所以呢事实上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 他只是就是说只是一个咨询的单位 所以等于在我们国内要落实人权公约 法务部是最重要的单位对不对 我们不敢讲说最重要的部位 但是我们是一个幕僚 好你们是一个幕僚 但至少要主持适者吧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就说法务部呢 也这个花了非常的这个多的人力物力呢 投入非常人力物力 然后这一次说实在的也办得很好 这部分必须要肯定 但是接着我们后面的 就是说这些专家学者专家其实也都提出了 84项的这个建议 这个所谓的结论性的观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我不晓得说 我们法务部是不是会把这些结论性的观察的意见呢 把它列管最终管好 跟委员报告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召开 相关部会相关单位的一个会议 把这个81项建议事项呢都分门别类 归哪一个单位负责的 我们都把它列出来 好那是不是你们会去负责 就是说去追踪管考 是 会好 但是我们程序上还要报那个 总统五人权执行委员会 同意之后 那所以法务部事实上在这个案子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请问部长 在这几天的会议里面部长有没有出席过 我没有到会场 但是我们的次长都有参与 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 而且是我们把国外的专家就请过来 十个十国的人权方面的这专家都请过来 甚至还有联合国里面 目前还是两公约的这审查的委员 那部长没有出席 那好部长在前面的审查说 我们次长代理好了 那在最后的这个 他们提出这所谓的结论性的观察意见的时候 部长一点还没有出席啊 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人在立法院 那总咨询我没有办法请假过去 总咨询好像也经常会有受带领嘛 但是当时我们那个市长是有直接在场 不过从这里我们会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国内对于这个所谓的两公约 到底主旗适者是谁 所以呢在这个公约里面呢 特别提到说 应该要有一个专者的单位 专者机构的设立 国家人权文会的设立 那我不晓得说 这个在你们所谓的追踪管考 这次的建议里面 是不是有把这个列为一个重要的事项 我们有列进去了 好 那这里我想要再请教部长的 就是说所谓的歧视 直接的歧视是歧视 间接的歧视算不算歧视 那当然是歧视的 好 那间接的歧视是什么 我不晓得 好 那吴文部长就是说 今天呢在法律上的规定 是完全没有歧视 可是他适用的结果 造成歧视的结果 这样子是不是歧视 如果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 但是感觉上是有被歧视的 不是感觉上 而是在实际上运用的结果 造成歧视 这样子是不是歧视 这个可能要具体个案了 我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最近闹在这个 整个在闹得沸沸扬扬的 所谓的通奸除罪话 那这通奸除罪 当然在这一次两公约里面 其实专家学者也在 这个所谓的结论性的 这个观察意见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用国家的刑罚权 去介入到婚姻生活里面 这属于私犬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本身呢 事实上是不妥的 所以应该予以这个修改 那在这个部分呢 根据我们去把所有的 这些统计资料 也这个学者也去做了研究 发现说好 虽然通奸罪 他处罚男性也处罚女性 但是在实物上 应用的结果 通常太太会去 对先生的部分撤回 如果太太去抓奸 通常会对先生的部分撤回 只流向所谓的小三 所以呢 造成的最后被判罪的 能乱是女性 然后呢 如果是先生对太太抓奸 通常不会对太太撤回 同时呢 法院在审理的时候 认为说 好先生 天下哪只猫不偷心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通常判得比较轻 那连带的小三 也一样判得比较轻 然后可能就是一颗罚金 一颗罚金的结果 仍然是先生去缴罚金 代为去缴纳 所以能乱是这个家庭去缴的 然后呢 如果是他在通奸的话 法院会觉得说 女性怎么可以红性出墙 所以呢 判的罪比较重 所以呢 在根据这个统计的结果呢 会发现说 不管怎么样 虽然这个法律的规定 是对男女都适用 但是在适用的结果 其实对女性是相当不利的 那这样子是不是构成所谓的间接歧视 当然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啦 好 那不管怎么样的解读 我想在这里的确是发生这些的问题 就是说 一个法律设在那里 表面上好像在保护女性 事实上呢 它其实是没有用的 甚至反过来是倒打女性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应该要去检讨 应该要去修正 是 我们已经 请那个检讨师规划 现在尽量收集各国的有关的 事实上各国的这些的东西 我想你们保护部早就都已经收集过了 因为你们在民国83年 就已经放出风向球说 是不是应该要通奸处罪化 那只是在那时候 我们民间团体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说 在当时如果离婚的话 对妇女朋友是非常保障非常不周的 所以经过这十几年来的一个修法 让这个在离婚的时候 双方是比较平等的 但是呢 在离婚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所谓的赡养费 法务部的修法也修到一半 赡养费的部分没有修 所谓的好聚好散 是不是通奸处 这个破绽主义 离婚破绽主义也还没有修 所以法务部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次 通奸处罪化的这个检讨的过程里面 顺便把这些的配套措施 包括说让他回归到民事 那这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人格权的部分 今天既然法务部是主导 这个所谓整个或是说主责 或者说好这个追踪好了 整个一个人权公约 包括我们的CIDO公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人格权在以往不被重视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也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重续去检讨在整个法院的判决里面 这个人格权不受重视 然后判决非常的 这个金额补偿的金额非常的低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全面的一起去修改 法务部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刚刚这个委员也都咨询过的 就是对于所谓个资法的这个部分 个资法呢 我想这个也是法务部是方式主责的机关 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个资 跟所谓的资讯 政府资讯公开 这两个之间的界面一直在这个不清 那在上个会期 本席已经提案 要求法务部在两个月内 必须要对这个部分呢提出做检讨 全面的一起检讨 然后呢要这个 检视这些法令跟措施 然后但是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我们法务部好像一直没有这个结论给我们 我不晓得这个你们现在的进度如何 这个期限呢 现在是修正为六个月 那当然我们现在积极 有请那个法律事务师呢 在做更深入的检讨 什么东西修正为六个月 后来结论给我们决定是修正为六个月 那我们六个月做检讨 没有吧当时的结论 你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提三个议题啊 其中有一个是一年的 就说你们全面的修法 就包括敏感个资跟那是一年 那希望说委员给我们多一点实验 好那不管几个月 你们现在的进度如何 我们现在都在继续检讨中 现在在进行当中 那这里呢又牵涉到就是 对于刚刚这个委员提到的 对警方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 人民对于他的这个所谓的录音录影的 这样一个反受证 结果你们法务部的见解出来 竟然是说 对警察的隐私呢是不可以的 报告委员 那个文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提到 跟各自法有关 其实那个已经是就是说 我们提到就是说 刚刚吴文可能有点 我们所谓特决就是说 我们希望就是说 不要就是说 我今天受证OK 但是你不要说把那个镜头摆到人家 那你觉得刚刚委员也在那个吧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 我想这样子啦 你们回去好好去检讨 哪个部分是应该是可以的 哪个部分是不可以的 那其实一个大原则 对不对 你执行公权力的人 他没有蒙面的权力 所以他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几个检验 因此在这里你们觉得说 好哪些事实上已经太逼近了 侵害到个人的这个人格权或怎么样 你们去把这些的界线 这些的原理原则 去把它定出来 那包委员就是这个跟个资法真的没有关系 个资法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好像 你们用的是说因为侵害隐私权 对 侵害人格权 对 这个跟个资法真的没有关系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的问题 那 政府就是内政部呢 规划了一些社会住宅 交给地方政府去实施 结果台北市政府呢 他把这个所谓的那个 有权力特殊的这个情形的这些人员 一共有12类 他公然的把它排除掉7类 结果呢 当然这个部分呢 经过被这个质询 那内政部说他会去修正这个 这个台北市政府 但是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说 哎 这个部分我们请教过法务部 法务部告诉我们这个没有违法 所以我们才会是定住这样一个排挤方案 我不晓法务部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一个守主意出来 我不很了解 因为他来的是来 是不是法律师 这个我们还没有做出 我们是请陈寅人先去 因为这个要离清他的事实 所以有请陈寅人先去问台北市政府都发局 没有都发局是说 他事先有请教过你们 所以他们才去排除 所以他没有 所以是他们说谎话了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依照你们是两公约的一个组织的单位 是不是能够依照两公约 因为事实上居住权 住房的权是在我们两公约明摆的规定 它是一个权利 所以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而且这个所谓的居住的权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能够符合他的尊严 然后和平的 然后呢 适合他的身份的温暖的住在那里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也请法务部呢 能够特别去落实两公约里面所规定的住房权 那包括呢 现在的法务部也在执行了各种的社区的一个破签的这些案子 是不是也能够落实两公约里面住房的这个权利基本的一个人权 那这个部分呢 请求呢 我们是不是法务部呢 能够注意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监索了人权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法务部应该知道最近监察院这个高峰先法官刚提出来一个对你们的一个纠正案 那这里面包括说你们在整个一个监索里面 所有的这些的啊 这个他们使用借据 那以及呢 就是应该要分借的这个收监等等 这些你们都完全违反了规定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所以呢 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要提出检讨 我们尽量来遵照两公约的人权保障精神 做适当的解释 适当的作为 其实你们法本来都有规定 对不对 包括说你们如果要使用对一个人要同时使用两个借据的话 在你们的监狱行 监狱行刑法的施行细则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对同一个受刑人非经监狱长官的特准 是不能够同时使用两种借据的 但是呢 依然公然的做 然后你们特别法律上也规定说 你们的这监狱行刑法里面也规定说 如果这个他没有特殊的情况呢 就是不能够把他这个去 这个要把两 就是对这些重刑犯呢 是不能够跟这些刑犯去把他关在一起的 其实你们所有的法律都有明文规定 但是在执行的时候 你们好像都无视于这些法律的执行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严加管制 如果有违法的 我们会形式上给适度的处理 但是这个 请问处理这个部分要不要对相关的人员予以成熟 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了解呢 他只有那个角疗一种的借据 没有两种以上 他角疗跟手铐啊 他同时使用啊 在云林监狱的时候 没有 那监察呢 是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是错的了 有同时使用很短暂的时间 有同时是短暂的时间 是不是请那个角疗 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你们回去仔细的去看监察院的报告 对有所疏失的人请予以严惩 并且严格的去遵守我们上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东西 何况监索人权 在这次两公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求呢 我们的法务部是不是能够确实的遵守法律 确实的去保障人权 那我们监索真的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我们请署长呢 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加把劲 是 报告委员